如果选拟这段时间你可以的话 你都可以坐着练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练 站着练习惯比较舒服 你就站着练 我希望你幅度很大 就真的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上下的 上下这一块大的 就是上腹部的 腹脂肌和下腹部的 它这里有一个 就是有个连接口 中间有一个也没有关系 你最主要是现在要把 上面的这个血液循环调好 所以到后来大家 我还是希望大家 可以倒念来做老命法的 如果像血液循座的状态 倒念来做就特别的坏 但是一开始就要练习 一开始没有练 后面当我有问题的时候 就不能做 那个雪玲 我待会给你发一个小视频 就是有一个中医的老师 告诉你一个方法 怎么能够缓解这个心肺不舒服的 那个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用指头去刮你自己的这个肺 就是肋肩骨的这个 这些缝隙 像你要是心脏 如果偶尔不舒服 你会在这 你能应该能找到 就是这种可能有些痛点啊 什么的那种 你把它全部疏通掉 这个对你的心肺 整个肯定是有帮助的 我不能说 它就治了你的病 但是就是你 我待会发一个视频给你 它告诉你 就很简单 就是这样 用你的手指 玩意你发到群里 发到群里 我们大家看一下了 就是用手指 去找你的这个肋 就是肋骨和肋骨 中间的这个凤凤的 那个边缘 你去把这些地方 全部梳里通 全部梳里开 这个对你的心和肺 都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对 把心筋打开 自己 对自己去找 就就很容易 这个方法特别容易 我待会发给你们 谢谢 谢谢 我看到大家这样互相帮助 挺开心的 没事 我们时间不多 但是呢 水泥 你平时做的时候 你的膝盖真的跳泡高了 你的血液没办法上行 膝盖上放下来的 它一定是 至少比露气延硬 在里面后面要垫的 后面要垫一个瑜伽砖 或者呢 垫一个不是那么软的垫子 好 我都还没买那个瑜伽砖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 你那个瑜伽 挺厚的瑜伽 折一折 它就是很 就是 容易做也行 就是一个大的瑜伽 给它折成一个小块 好 对对对 这也是 这也要经常 经常练才可以 做到你们这样子 其实把腿就是练开了 把腿是这种打开的状态 这些筋络都是打开的呢 对血液循环 特别对弓腔这一块 也是很有好处 这也是需要的 但是当我们坐着练的时候 你坐久了 你看一些 弯盘坐的地区 它本来就很开 这个就是长期的习惯 像腿的这些筋 就会点到是压腿 另一只马一样的 它不是短时间可以练成的 你就要长期这么做 其实平时的话 就要是我坐在凳子上 我也有点像大狗老师 我一只脚 我至少一只脚 一只脚 我都是盘坐的 有时候坐的 整个腿都会麻 但现在越来越不会麻了 就是平时有这样一个习惯 我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只腿 比如说放在凳子上的 其实要形成一种习惯 然后慢慢慢慢的 如果对你身体有益的 你就把它形成是一种习惯 以后你就不用特别去记忆 我们的肌肉 它知道它需要什么 它会自己去记忆 一开始会要花点心思 那后面就不用了 我很多对我身体好的一些 像对睡眠好的 它就形成一种习惯 虽然说萨谷老师 是这种强迫性的 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强迫性的 一种它自然运作的 一个机器 那有些好的强迫性的 我就让它这样走 我没有特意要去改变它 雪林你今天在发音的时候的话 中间那个呜的音打开 这种内在的震动打开是 你能打开有很多人打不开是极好的 中间呜呜呜呜呜 我们有三个音 中间那个音多发 你一定要看到你的内在打开 因为我是一个偷懒的人 我就会比较在意从里边 这虽然也是练习的时候很难 但念会了你来努力的从地开始打开 在哪一个段有问题下去 你你的心就是在中间那个音有问题 你就把那个音发到最长 前面两个来过就休息 是一段时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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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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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n